现在油价竟然要涨 大家可以少骑一些机车 汽车 我们可以骑一些自行车 在台北呢 自行车也越来越受到欢迎 尤其是U-bike 常常是一车难求 立法院出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以后呢 骑自行车不但不可以酒驾上路 也禁止使用手机 当然夜间也必须要有照明设备 还得礼让行人 如果你拒绝酒册的话 还可以直接开罚1200块 这个心智最快呢 年底之前就会上路了 U-bike U-bike 大家都爱骑U-bike 常常一车难求 连外国人也爱 很多人喜欢骑U-bike 在台北市爬爬燥 但是以后不但不可以酒驾 也不可以一边骑车 一边讲手机 还要别让出人 U-bike同半天 却也因此引发不少自行车争议 立法院修法初选通过要规范脚踏车危险驾驶 禁止酒驾也不行当低头足滑手机 另外若没有礼让行人或是夜间骑车 没有照明设备 统统都要开罚300到600元 拒绝酒册更得罚1200元 预计最快今年上路 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罚的话 当然都会随便乱酒驾之类的 你讲辣车耶 你讲的是鞋辣车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需要用规券 然后用券档会比较来的人性化一点 可能是法条太硬了 照明设备一闪一闪才能引起开车族注意 不要撞到夜间自行车 台北街头时常上演汽车紧逼自行车的景象 未来也预计修法重罚开车族 规范也是要给自行车族更安全的行车环境 UDNTV陈明燕请电群台北报道